麗平連任黃偉哲母雞戴小雞 拉抬自家候選人衝刺選情 同時也不忘喊話對手謝龍介 對於市政議題的一個質詢 事實上已經相當充分 反而我覺得其實 他應該多跟市民朋友們溝通 也應該讓他自己議員的表現 接受市民朋友的公平 我想你不願意辯論 在我們醫療當中 因為很多弊案 你不敢面對我 安放黃偉哲不接招辯論就是未戰 想在綠道出資的台南拼逆轉勝 謝龍介要在花園夜市舉辦募款餐會 甚至還宣告爆桌 因為食材無法臨時再增加 席開約三百桌 現場還有馬英九 朱立倫 江啟成 韓國瑜等藍營大咖力挺 但卻遭到黃偉哲很酸 還好吧我覺得 市民朋友才有投票權 藍營大咖沒有投票權 我想黃市長 你顧慮的太多 你找來的潘縣長 蔡總統 都沒有投票權 可是有投票權的賴副總統 卻跟你切割 大咖沒有票 藍綠兩陣營 選舉勝敗 還沒有結果 先用口水戰 尬場比氣勢 歡迎新聞傳言為吳明葉丘子凌 台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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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